宫请法师开示 由文字般若 起冠照般若 再入这个实相般若 为何《玄国经》又说 有照有国 驱名障碍 从文字去到冠照去到实相 是一个收集的过程 什么是般若呢 般若是至高无上的理解 是修学菩萨 修学大圣佛法的精神 哲理的行者 必须明白般若 般若 凡文叫做prajna prajna是什么呢 pra 是非常高的 非常高 高到未必是最高 jna 是什么 jna 是complete understanding 即是罪的理解 至高无上的理解 即是至高无上的智慧 这个智慧就是佛陀的智慧 这个智慧就是用这个智慧 就可以令到你从烦恼的此岸 去到涅槃的彼岸 你用这个智慧可以割断你的烦恼 用这个智慧令到你能够破执 用这个智慧能够令到你了脱生死苦恼 你说这个智慧是否重要呢 般若 般若 般若这个智慧很重要 这个般若智慧这么重要 我们去哪里找到般若 去理解它 这件事这么重要 这么具影响力的 我一定要能够了脱生死 全部都是靠它 那我去哪里 我怎样能够培养它 在哪里找到 去哪里找 怎样培养 找到之后我应该怎样做 佛经教你怎样做呢 佛经教你 是从文字般若开始 你想找般若 你想找智慧 智慧不是在空中 你一摘就摘到的 不是一个苹果 不是一棵菜 在地上拿出来的 你必须用你的努力 你必须去找尋 逢着找尋 当然是一样东西 没有东西怎么找尋 那东西是玄妙到没有东西 那你怎样找尋 找尋当然有上 有上才可以 有形式才找尋 那在哪里找尋 佛陀所说的一切的义理 这就是般若 佛陀所说的一切的义理 是在哪里 在文字里面 在言语里面 现在我们讲文字 佛陀的智慧 在文字里面 智慧 Boris 就是文字里面 文字是什么 文字就是我们 Written words 就是那些写出来的文字 亦都包括言语 你听法师讲经的文字 所有的文字 文字就是什么 是可以表达到某一样东西 没有文字怎样表达 我们通常想法是怎样想的 明为先故想 想为先故说 你知道我讲什么吗 明为先故想 明为先故想 想为先故说 文字 明是什么 明就是文字 如果我这个杯 这个杯也没有这个文字 我不懂这是杯 没有这个杯的文字 我怎样想这个杯 所有一切的思想 联想的记忆 都是从文字才引起它的记忆 你是陈生 我不懂你的名字 我怎样会想起陈生 李生 没有明言概念 怎样去思维 必须有明言概念才有思维 必须有永远概念才有思维 才有想 所以你说明言概念 你没有明言概念 你想不来的 你有明言概念才可以思维 你才可以明白的 这些名言概念 佛陀告诉我们 这个般若就在文字里面 就在法师里面 他讲的一切正式的佛法 那叫做文字般若 那你拿了一些文字般若 一大堆文字般若 即是你来到观音址 那些是免费的 今天要拿几本 明天要拿几本 拿完回家 畜之高角 放在自己的书架上 永远不看 看就看 翻两页就放在那里 我日日会看的 那些书籍不留不留 一直累积 累积到你有没有看到 真的不知道 你将那些文字 当为一种死物 有没有用 你当文字当为一种死物的 甚至乎你不看这些文字的 只是很迷信的 我来拜佛就可以了 你拜佛就会保佑我的了 你拜佛我会长寿 我会让我顺义 我会找到工作 我会健康 我不用看佛经的 我拜就可以了 那你都不是从文字般若里面 你都找不到你的智慧 那你就算有了文字 你也要拿来看 你自己的 用来思维的 要想的 我去文字讲是怎样 我应该怎样 我应该怎样放下我 我执呢 我应该怎样修行呢 我应该怎样念佛呢 如果我有困难的时候 我求佛 用什么方法去求呢 那这些要想的 不是就用文字 放在那里算的 那这个想是什么 这个想就是灌照 灌照 第二个更 从文字之后 一走走去灌照 即是说 我懂得用这些文字 去追寻我 应该了解的东西 那就叫灌照般若 一路用这些文字 就知道修行的方法 知道怎样解 知道所有佛陀所讲的 最重要的义理 我就循着这个义理去修行 所以这个灌照是包括解和行的 又要解又要行的 你明白解不去实行有没有用 得过广字 表面念阿弥陀佛 里面是贪亲疵很多 在表面就是阿弥陀佛 后面 又骂人 又贪心 又愚痴 甚至乎 贪亲疵 杀导人网都做齐 有其有其人 有其有这样的人 即是前面拿着念珠 后面可能有一把小刀 有这样的人 即是从文字般若到灌照般若 在灌照般若有解又行 那你达到什么 达到 不是文字那麽简单 不只是灌照那麽简单 达到那个 智慧的本体 真的知道那个智慧 是 这个智慧带令你能够脱离生死 这个智慧能够带你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智慧能够令你 在禅定中入定 或者开了悟 开了悟之后 就证到 那个 释迦牟尼佛所证的智慧 这个智慧能够令你了贴生死 能够令你脱离一切苦恼 这就是实相般若 简单来说 它是一个程序 从文字去思维 思维修行 解去修行 从修行 去到最后 原来这个般若是这样的意思 即是 从因到果 文字为因 因 由因而因 说你要修行 要了解 亦都是因 因因而成就佛果 这个是修行的次序 一定是这样的 为什么《原国经》又说 有照有国 又驱名障碍 是为什么 你凤真看经 不可以 断章取义 有照有国 驱名障碍 正话又说 要有 观照般若 文字般若 实相般若 又要觉悟 现在又说 这些观照 这些 修行解释 和得到的觉 都是障碍 为什么 因为 《原国经》 你们所说的 它的义理 更高深一些 怎样高深一些 文字般若 观照般若 就像你去维多利亚 一条船一样 你搭了船 你知道在哪里搭 在Horshu Bay 或者去Nanaymo的时候 你去到 White Rock 你搭了船 搭了船是一个工具 文字是工具 灌照也是工具 如果你去到 Victoria 你不离开一条船 你仍然依照着 文字般若 哎呀 我这本经书真是好 我这本 还执着了 文字 还执着你的解 还执着你的行 那你能不能上岸 执着你的船 你不愿意离开 能不能上岸 因为你有照 即是有能 有觉 即是有所 你仍然有能观 之般若 所观之实上般若 你仍然有能 和所 这是更高一步的 当你文字般若 你达到的水平 不用要 当你 灌照般若 达到的水平 不要要 当你有实相般若 连实相也不要要 拘不可得 无有一法可得 你全部无有一法可得 就是真德 你仍有一法可得 还有实相 还有灌照 还有文字 仍然有障碍 《心经》讲得很清楚 无智亦无得 无智亦无得 以无所得故 无智是什么 无智就是无般若 无文字般若 无灌照般若 亦无德 德是什么 德就是实相般若 又无文字般若 又无灌照般若 又无实相般若 无智亦无得 为什么 以无所得故 他无有一法可得 全部放下 连船也要放下 连船也要空掉 也要离开 当你离开船 他一脚踏上岸 正式上岸 他在船上 还未上岸 他去到船 去到岸 还未上岸 他的船 去到船 他已经过了生死苦海 杜脱生死 他是阿罗汉 你还未 你还在船上飘沉 你有照有觉 当然是障碍 因为无有一法可得 你读《心经》的时候 你一读到无智亦无得 你就知道 《照》和《国》都是障碍 为什么 还有《照》还有《国》 还有《法》可得 无有一法可得 当你无有一法可得 就是无挂外 心无挂外 无有恐怖 你就远离颠倒梦想 你无照无国 沉默放下的时候 你就远离颠倒梦想 究竟涅槃 所以《心经》已经够你 去观赏 一部《心经》 你经常观赏 《心经》已经够你观空 你不可以拿着《玄角经》 跟着从《金刚经》 《文字般若》 《实相般若》 《灌照般若》 就以为有抵触 其实抵触是你自己去抵触 这里是告诉你修行的方法 如果说得清楚 就是《文字般若》 《灌照般若》 《实相般若》 最后面 无有一法可得 《文字般若》也要抵触 《灌照般若》也要抵触 《连实相般若》也要抵触 即是彻底空 《无有一法可得》 当你《无有一法可得》 如果倒转文法来说 《无有一法可得》才叫作真德 但连真德也不应该有这个概念 《有一法可得》就是假德 因为你还认为有所得 《有所得》 《有所得》 即是说将来会有所失 你还失去什么 你得到什么 你无得才是无失 你有所得到的 将来都会失去 都是生灭法 《有所得》也是生灭法 有所得 一定有所失 从来没有一件事是有得而无失 你找一件事给我 只有得而无失 你会吗 你以为你的钻石戒指放在deposit box永远不会失 到时你的女孙就会拿出来卖掉它